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的主角是一张七彩虹的显卡 它的型号是哥特西1660 卡组的故障描述呢 花屏过后黑屏 总而言之呢 就是不正常 那么呢 先给它上机来看一下 上电之后 显卡是可以风扇撞起来的 也可以点亮 甚至还能正常进入系统 驱动都驱上了 自动打驱动 说好的花屏在哪里 烤个机试一下 驱动呢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报错 这个设备运转正常 先跑一个田田圈 好像也没有看到哪种会花屏呀 哦 说花屏 花屏到 瞬间很快啊 屏幕就花了 花屏之后然后就黑屏了 黑屏过后一会儿它就恢复了 但是此时整个屏幕显示都不太正常 还是会花屏的 满屏的白色小点点 重启能 又正常了 重启又能正常进入系统 再来烤个机试一下 可能刚刚烤机的姿势不对 哗叉 还没烤呢 就花啦 这这这 这不好吧这个 好吧 看来它的问题如此的简洁明了 一目了难啊 这种花屏 乍一看呢 应该是显存出了问题 即使不是显存芯片坏了 也应该是显存方面的故障了 画屏画成这个样子 电脑也死机了 进入测试系统 跑个显存测试看一下 1660它也是图灵架构的显卡 所以它的测试程序和2080的系列是通用的 但是它们的显存不同 所以它的频率需要改一下 如果用2080的频率去跑这个1660 它是吃不消的 一个是DDR6的显存 一个是DDR5的 这个1660就是DDR5的显存 但是它的核心是和2080Ti一个架构的 同样都是TU的图灵架构 OK 那么很快出现了一个194 Bad Memory的报处 这个报处相信大家很熟悉了 查看一下测试的结果 结果指向了C0和C1 C通道两个显存都报错了 还好和我想象的结果差不多 我一猜就是 一整个显存通道都在报错 应该不像是单一的显存报错 那么像这种一整个通道都报错的呢 那就不一定是显存芯片的问题了 还得从它显存的电路上面入手 那么之前讲了这张显卡用的是GDDR5的显存 那么DDR5的显存呢 它是有一个基准电压的 这个基准电压它是一个通道两个显存共用的 像这种两个显存一起报错的 就要得排查一下这个通道的基准电压是否OK了 看图纸啊 这个基准电压是这样子的 这个基准电压是通过显存供电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 我发现一个现象 两个电阻创联在电路中 中间的输出电压居然会变低 这个输出电压还跟这两个电阻的比例有关 这个呢就叫做勾股定律 好像也不对 应该是三角函数 好像也不对 哎呀我这知识都学杂了 给我点时间在研究研究 我应该能得出来一个公司 我准备把它命名为量载猜想 欧姆定律 什么欧姆定律啊 听都没听说过 你们听说过吗 那么根据这两个分压电阻呢 这个电阻啊 它就在这两个显存的中间 并排在那两个 这两个电阻后面呢还跟着一个三级管 所以要测电压的话 直接在这个三级管上面就可以测量 三级管在 倍秒 也是同样在显存的中间 每个通道都有这么样一个MOS管 MOS管不是三级管 等下来测量一下就 知道了 给显卡通上电 找到它的MOS管 搓上去 1.06伏 正常 1.06伏 正常 1.2伏 这就有毛病了 这个电压就有点偏高了 这个刚好对应的是C通道的显存 难怪 C通道的显存有问题 D通道也是1.06伏 A通道的分压OK B通道的分压OK C通道的分压不OK 偏高了这个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两个分压电阻上面 你们肯定以为我要给他找电阻换了吧 错 这不有现成的吗 找什么找呀 忘了他D通道也预留了分压电阻啊 但是他D通道没有装显存 那么我就可以把直接把这两个电阻给移过来不是吗 真是个大聪明 七彩虹这方面还是 比较大方的 他不像其他牌子 其他牌子的话他这个通道的显存 阉割了之后这个通道的键都不会上 但是七彩虹 装了 不仅装了 而且装得很好 先把C通道这两个有问题的电阻给取下来 然后把这边的两个电阻搬过来 OK两个电阻换好之后再来通电测量一下 正常是1.06 1.06没问题 高高的 根据刚刚那个量载猜想的公司呢 他得出来的电压应该就是1.06 划分两头 低通道这边可就敞了 没了 分压没了 不过没事 低通道反正空的也是空的 OK 下面可以开始装机了 好 把他的散烈器装上 进系统来看一下 成功点亮进入系统 烤个机 但啊 现在烤机不会再出现花瓶了 跑了有将近 半个多小时 都能稳定的运行 OK 就此秒杀 经过我的上千次计算 我得出来这么一个公司 这可不是百度百科上面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不过